推背圖五十三項 預言了中國未來的新天子 劈頭就寫道 關中天子已閒下世 古代的關中地區 就是今天的陝西省一代 習近平祖籍是陝西復平縣 是關中地區 但是他沒有修掉共產黨的命 所以就不是關中天子 既然這樣 他一定會想要去找出那個關中天子 除掉他 避免新天子搶走他的權位 最可怕的地方來了 軍委副主席張佑霞 祖籍是陝西衛南 正好是關中地區 現在他失蹤了 軍委委員張聲明他更牛了 他直接出生在陝西武功縣 一樣是關中地區 而陝西武功縣 曾經誕生過一位歷史名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 天克涵、唐太宗、李世民 大家知道推背圖誰寫的 就是唐太宗下令給李淳峰去寫的 那如果你是習近平 你會不會顧及這場生命的呢